这是中国考古界有史以来最诡异的一次 一口不起眼的棺材帮居然躺着一个身穿龙袍的年轻女子 而在她的腿上还发现了来源不明的液体 面对这具罕见的尸体 在场的所有专家都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那么问题来了 这名女子究竟是谁 死后为何能获得着龙袍下葬的特权 而那腿上的神秘液体又到底是什么 保持住你的好奇心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玄幻的发掘之旅 1972年3月的某天 内蒙古赤峰博物馆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喂 博物馆吗 我这发现了一个古墓 你们赶紧来看看吧 撂下电话后 研究人员就紧急出发 赶往了事发所在的田地 原来是一场连日的大雨将墓葬给冲垮了 出于抢救性发掘的原则 考古队连忙对地下进行了探测 结果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座墓葬仅面积就高达5000多平米 其规格之高简直令人咄舍 事不宜迟 发掘工作立即展开 半个小时后 墓门被打开了 一口硕大的棺果映住众人眼帘 令人疑惑的是 材料不顾是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木 难不成估计错了 正当专家们发愣之际 棺果被打开了 下一秒 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漆黑的棺果中 躺着一位女子 在手电的照射下 她身上的龙袍流光一彩 散发着阵阵寒意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虽然已经三百多年过去了 但她的皮肤仍旧垂弹可破 摸起来富有弹性 仿佛下一秒就会从棺中坐起来似的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件龙袍上 要知道作为帝王的象征 她只能出现在皇帝的陵墓里 可如今怎么会盖在一名年轻女子的身上 难不成墓主人生前是一位女皇帝 为了寻找这背后的蛛丝马迹 专家族小心翼翼地提取了上面的丝织品 只见锦段上绣着八团降龙图案 其造型之华丽 事所罕见近镶嵌的珍珠就多达十万克 其间穿插的金丝更是不计其数 祥云之下还有丝绸编织的波浪和青山 在闪烁中若隐若现 令人直呼不可思议 紧接着工作人员又对棺果的其他位置进行了清理 没想到的是漆黑的角落里居然放着一枚通体由黄金打造的凤冠 在上面镶嵌的珍珠和珠宝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望着此情景在场的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疑惑 这墓中埋的究竟是谁 为何规格如此之高 还有既然是一位大人物 为何会葬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正在此时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快看这里有问题 专家们正围在一起 对着一件金光闪闪的衣服发呆 只见龙袍上绣着祥云彩绘 上面的珍珠全是能工巧将一颗颗精选出来的 虽然高达十万枚 却没有一颗掉链子的 但令人奇怪的是 和北京故宫传世的那件龙袍相比 这件衣服上显然少了一条龙 这该作何解释呢 难不成是有意而为之 正当所有人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时 一项重大的发现解开了眼前的迷雾 在距离棺谷不远处 发掘出了一块木志明 上面清晰地显示着 孤伦荣宪宪公主的墓 对于这位公主 许多人想必不会陌生 她就是热播电视剧 康熙王朝中兰齐二的原型 历史上乃是一代明君 康熙的三女儿 虽然仅仅是述出 但康熙皇帝对这位爱女 可谓是疼爱有加 不仅力排众议 赐予她嫡出才配享有的孤伦称号 还嘱咐身边人 要格外保护这位小公主 对于老父亲的毒宠 荣宪公主也是用实际行动回报 康熙三十年 也就是公元1691年 蒙古乌尔滚势力做大 为了平息变换 清朝内部想出了和亲的法子 碍于大漠交通不便 天寒地冻的 没有一位公主愿意点头 正当康熙焦头烂额之际 年仅十九岁的荣宪公主站了出来 她带着对父母的思念远离繁华的中原 坐上了前往蒙古和亲的轿子 这一去就是数十载 等到她再一次回到北京时 是老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 那段日子里 她早晚请安 日夜不离地候在床边 为了伺候康熙 曾连这四十多天没怎么喝过眼 为此老父亲病好后 当着满朝文武 夸奖自己的好女儿 但荣宪公主呢 一没有木空仪器 二没有恃宠而骄 而是背着老父亲 开始省吃俭用 攒私房钱 多年后 在墨北为康熙 修建了一桩醒宫 里面的家具摆设 全部按照紫禁城内的样子来建 等到康熙千里迢迢来看女儿时 望着眼前的一幕 激动地连连叫好 正因为如此 专家才推测 广谷中所盖的那件龙袍 是康熙皇帝 给荣宪公主的褒奖 但对此 几位专家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 这件龙袍并非是康熙子的 而是后来雍正皇帝给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时 角落里传来一声疾呼 快看 这是什么 只见荣宪公主的大腿上 躺着一滩红色液体 这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 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中国考古历史上 最诡异的一幕 一口普通的松木棺棺里 居然发现了一件烫金龙袍 耳关里的女人不仅皮肤完好 大腿上还留着一滩神秘液体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经过对木志明考究 专家族已经得知 此处乃是康熙女儿 顾伦荣宪公主的墓 而那坛神秘的红色液体 一开始被判断为精血 但很快 这个结论就被推翻了 先不说公主等级的墓葬 入殿前 尸体都会有婢女专门清洗 打扮 单单是生理上 这个观点就不成立 据史料记载 荣宪公主去世时已经年近六旬 早就过了绝经的年纪 在所有人举足无措之时 角落里的两个罐子 引起了研究人员的警觉 经过清理 表面上刻着 俄妇乌尔滚 公主之子林布等几个字 原来这两个罐子 居然是当朝驸马乌尔滚 和其子林布的骨灰盒 按照蒙古人的传统 人死后往往选择火葬天葬 但对于妻子的尊重 这位叱咤大漠的枭雄 不惜耗费巨资 在这里为荣宪公主 挖了一个墓 死后 为了常伴爱人左右 她还特地将自己和儿子的骨灰 放在了棺果旁 若不是亲眼看到 谁也不会相信 历史上 这位陪康熙征战沙场 叱咤风云的大英雄 居然是一位痴情人 死后宁愿舍弃一切 也要常伴在爱人身边 当然本次发现也留有遗憾 那坛神秘的珠红色液体 因为太过久远 已经无法考证 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了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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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